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常会上 要求行政部门大量 而且多元的进口快筛试剂 被在野党质疑 难道蔡总统要百姓 与病毒共存之前 都没有想到应该先准备好 快筛试剂吗 名嘴炮轰 蔡总统从前年开始 就让百姓抢口罩 抢疫苗 抢快筛 应该要先下罩罪集 民众早起冲卖场抢快筛 10点开卖 还要提前两小时卡位苦苦等待 民怨炸翻天 看看各国 美国一口气送给民众5亿剂 英国每人每周 可以拿到两份免费快筛试剂 法国免费送快筛 给12岁以下孩童跟医护 但台湾快筛却要排队掏钱赋 平面媒体报道 蔡总统在中常会震怒 要求行政部门大量 且多元进口快筛试剂 那你在干嘛 你是总统兼党主席 你的权力 比苏贞昌跟陈时中都还大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你不是局外人 你是应该负责的人 你应该是下招最紧 为什么前年要抢口罩 去年要抢疫苗 今年要抢快筛 蔡总统问题占你 你才是问题的核心 不少民众痛骂 政府先说要与病毒共存 但全台20万人中招后 总统才能理民进党中常会 喊要大量进口快筛 蔡依依总统到底有没有在当总统 是谁硬逼着我们全国 要进行与病毒共存的 你都没有想到 要准备快筛试剂吗 全世界这么多国家有经验 你都没有看到要准备快筛试剂吗 难道我们政府的防疫 是民进党中常会在负责的吗 搞错场合了 难道你是累总统吗 台湾买快筛得花100到300元 陈志忠说若价格太低 或政府给免费的 怕大家囤货 让各界震怒 是怕囤积什么 当全世界缺口罩 台湾人排队抢口罩 但当全世界国家送百姓快筛 台湾百姓却继续排队抢快筛 看着常常人聋 百姓心里又够悲哀 记者杨桥林玄台北报道